王的女人,谁敢动? 王爷这个过目不忘的本领,玉京风实在是做不到,这么大一张地形图,整个柔和王国,王爷可以在两炷香的时间里寄完,要是给他一个月的时间都寄不老。 这怎么记呀,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差不多的地形,可人家王爷就是不一样,大到整个城池的形状,小到每一条街的方向和长度,只要地形图上有标注的,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。 王爷这一项本领,玉京风所认识的人当中,从未见过,王爷绝对是万中无一的,不过,他知道王爷的厉害,可现在,王爷能不能先考量一下当今的形势? 王爷,你不能离开大军,万万不能啊。 玉京风不怕死地,继续进言,可是,王爷的脾气就是这样,他决定的事情,根本没有人能阻止。 战青城,果然是不理会他,完全就如玉京风所预料的一般。 不得已,玉京风只能使出杀手锏了,总之,一切也留住王爷在凤凰城为目的。 王爷,如今九儿小姐依然不知所踪啊。 所以,只有提到凤九儿的时候,才能够打断战青城的思路。 战青城眉目深沉,目光沉宁了下来,视线里虽然还印着地形图的每一根线条,但眼底深处倒影的,却是凤九儿那一抹纤细的身影。 玉京风实在是不想提起让王爷不高兴或者难受的事情,但此时此刻,除了九儿小姐,根本没有别的事情能够阻止王爷的疯狂。 王爷,十一和十二一直带着大量人马在寻找,穆少公主那边的人也一直在找,但是,始终都没有九儿小姐的消息啊。 但九儿小姐当初离开的地方,就离凤凰城那么近。 王爷如果这个时候离开,万一九儿小姐来了,岂不是找不到王爷你? 玉京风跟在战青城身边这么多年,怎么能揣摩不到王爷的心情? 如果九儿小姐来了,她当然喜欢九儿小姐第一个寻找的人是自己,要是她第一个,便是去找穆穆少公主,王爷恐怕又要生气了。 但如果,王爷她人都不在凤凰城,那么九儿小姐来了之后先去找穆穆,那不是很正常吗? 王爷应该很清楚,自己这个时候离开,就会失了先机,是不是? 玉京风等着战青城最后做决定,决定先留下来驻守凤凰城,可不料,战青城只是在陈谋宁思了片刻之后,便又继续观察地形图。 玉京风,当真是看不懂如今眼前这位王爷了,难道王爷真的不顾九儿小姐了吗? 王爷,九儿小姐她…… 她必然黯然无恙,但却不愿意回来。 战青城的话,完全出乎了玉京风的预料。 王爷,九儿小姐不愿意回来? 这是为何?难道王爷已经掌握了凤九儿的下落? 王爷,您是不是…… 本王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,但,一定离本王不远,但,他不愿意露面。 战青城脸色有点冰寒,可在提起凤九儿的时候,他的谋色还是不自觉地柔和了几分。 他不愿意回来,是不想他的出现让本王陷入更加困难的局面。 玉京风看着王爷,仔细一想,就连他也似乎在一瞬间明白了许多。 王爷,真是心如明镜,这是太了解人性,还是说只是太了解凤九儿? 只有本王更强悍,他才敢安心回到本王身边,本王绝对不给他任何不选择本王的理由。 刷他一声,地形图最后一点,被他看完之后,被一把收了起来。 战青城,取下架子上的外袍随意披上,便急步朝外走去。 将那个臭小子喊来。 玉京风心念一动,忍不住道。 王爷,只怕少公主也不愿意吧,那别告诉他,凤凰城若是沦陷,他从此便再没有资格见九儿了。 他走了,玉京风震撼到无与伦比,王爷真的就这样走了。 远处,龙衣似乎早就已经等候在那里,玉京风再一次被伤心了。 王爷带上龙衣,带着龙妃十二旗礼,好几个兄弟,但王爷把他丢了下来。 玉京风当然知道,王爷让他留下来,那是因为他有非常重要的任务,和木木少公主一样,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。 可是,他想跟在王爷的身边,很想很想。 嗯,王爷的心真的好狠啊,太狠了。 视线里,那几道身影转眼消失,玉京风长吁了一口气,怅然若失的同时,对王爷的敬佩又多了几分。 雷厉风行,绝对是王爷的写照,试问普天之下,还有谁有王爷这一份气势与魄力? 薄言! 他唤了声。 早两日追到这里来的霍言,不知道从哪个角落冒了出来,低声问道。 玉大人,有个什么吩咐? 回城一趟,告诉穆将军,王爷请他来听一出空城计,他若不来,九儿小姐一定会笑他没有担当。 霍言听得一头雾水的,王爷怎么让穆将军在这种时候来听戏? 还有,事情跟九儿小姐有什么关系? 九儿小姐在这里吗? 他来这儿这么久了,分明就没有见过九儿小姐。 嗯,那个,玉大人,这,什么都不用管了,你就将我的原话转告给穆将军便是,他会明白的。 玉京风,难得装一回深沉,当然了,也就只有在王爷面前的时候,自己的智商才会被碾压,在其他人的跟前,他的智商还是在线的。 霍言依旧是听不懂,不过,既然是王爷吩咐的事情,他当然得要去办妥了。 是,属下这就去。 霍言喊手道。 速去速回,要快,天亮之前,务必要将穆将军请来。 玉京风压低了声音。 王爷的密令,除了穆将军,谁也不许泄露。 属下明白。 保密这种事情,身为一名副将,就算玉京风不提,霍言也知道要怎么做。 属下告退。 霍言一拱手,转身走了。 玉京风却看着战青城和龙飞十二旗的兄弟,消失的方向,忍不住长须一口气。 王爷胆大包天,但愿一切顺利。 本集播讲完毕,再见。